我坚持不考慮2020 尽管开金口说不考慮2020 但对于韩国瑜要不要选总统 各界持续议论 最新的清律智库民调 还直接将韩国瑜当成蓝营的唯一人选 韩国瑜没有那么强 第二个 蔡赖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 第三个 柯文哲被边缘化 第四个 外界对蔡赖配 是比较正面的看法 对比式民调显示 当2020三角都情形时 民进党由蔡英文力拼连任 支持度是31.1% 对上韩国瑜的34.8% 差距3.7个百分点 而当韩国瑜对上赖清德时 差距缩小 但仍有多出1.1%的民众相挺 但贾如绿营最终由蔡赖联手出征 反败为胜 支持度将近三成六 领先韩国瑜1% 韩国瑜是民进党最好打的对手 民进党只要喊这个库主权 反并吞 事实上就很容易打 蔡赖配大概是外界 目前看起来是 对民进党来讲 是杀伤力最低 然后可能胜选率最高的一个组合 学者分析蔡赖配 才是延续绿色执政的胜选方程式 背后也有庞大的民意基础 有4成8的民众支持蔡赖配 民众对蔡赖配的期待是存在的 蔡赖配为什么合起来 她的声势会比较高 她其实最重要一点是团结 蔡赖能不能配 势必掀起绿营角力战 而韩国瑜要不要争夺大位 也将会是2020的关键因子 欢迎新闻林继祥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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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